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四十余载 关注国际和市区大事积极为亚裔发声 推广中小商业发展 请看李维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休斯顿国际社区启动庆祝农历新年嘉年华会 周三中午在美南传媒中心举行了国际社区庆祝农历新年嘉年华首次大会 出席者来自非裔拉丁裔华裔月裔 非裔日裔伊朗裔韩裔及主流社区 至代表三十多位参加 我首先阐述奴隶新年活动是代表华亚裔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过去二十六年来我们都在举办这项表现华亚裔文化传统之活动 为了扩大影响力及推动族群合作 我们决定扩大庆祝 并且把场地迁移至爱立福校区职讯中心举行 室内建筑近三十万尺停车场可停放数千辆汽车 即将上任至新市长惠特曼尔将出任此次活动的名义主席 并将嘉年华会定为全市制活动之一 此次扩大至嘉年华会主要有三个现场 其中包括表演舞台美食摊位及商业展示区 并将展示各国之特色 我们希望大家允业参与 为发扬我们的华亚裔文化而共同努力 我们的华亚裔文化而共同努力